现在丈夫肖先生虽然人回了家 但心却在他处 这样的状况她是不能接受的 王女士说 夫妻俩的矛盾 从她怀孕生孩子就爆发了 那个时候肖先生还没有出现感情问题 但王女士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再生了孩子到十天 就跟我闹离婚 怀孕的时候就三两个说买房子 她也答应了 她说那买房子好的 我说那行那就买吧 就买在我们县城 房子都看好了 然后定到那个开盘的时间 就是在我刚好生孩子那天 19年的10月26号 刚好也就那一天我生孩子 然后房子那一天也就定到26层 就把房子就定下来了 房款就交了就定下来了 那时候不是要交首付吗 交首付我就回家坐院子出院了 然后她就说她要在外面去办卡 然后要交钱 我说行那就去吧 她就出门有两三天时间 三天时间电话就关机 不跟家里联系 回来的时候就我在月子十天 就跟我闹离婚 没有什么原因 她也没有说她的什么样 就是说是她出去了 完了几天 你现在怎么想 我现在就不知道 当时是什么状况 但是我就跟她脸吵 但我心里就有一个坎儿 我本来不想买房子 其实我本来我就有一套房子 就是是我婚前带什么 那你之前怎么没有拒绝呢 而是跟她还商量买多少层啊 什么什么的 但是不是交首付 但是还差一点 就是我叫她拿出来 她说她也拿不出来 那你提离婚 她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就是不想付出呢 我付出太多了 这个家庭 老是我一个人付出 这三年来嘛 嗯 就是用钱方面 就是她连十块钱 她都没拿出来过 一般的都是我在搞 包括买房子 包括家庭那些大小开支 包括她那边人情事故 都是我在搞 我会觉得 就是说是 我也得不到你的体贴 得不到你的关心 就好像就我一个人在付出 这个她不是一个家庭 不是需要两个人付出吗 反正她就是一毛不拔这种 我没有拿钱出来 我第一次离婚的时候 我是什么都没有 精神出户的 我说我现在跟着你的话 我是只有人没有钱 她说这个没问题 可以的 她说她没有 我也不知道 这个东西 是不是 我现在房贷四千多 我要负担她 我还负担小孩 全部都是我一个人承担 把我压力搞得太大了 我说我把房子卖了 她又不同意 她说 她说把房子卖了 她就说 估计把他们甩得更快 她说 我再问一下你 你现在很难放下的那个人 你在跟他接触的这个时间里 你为什么觉得 他可以给你带来 不一样的生活 是你想要的那种 在这我和他出去用钱 就是说我给他买一件衣服 他会想着 就是给我也买一件衣服 就会是这样 就是出去用钱 就是不是我一个人 一味地在付出 就是他也主动去付钱 就是我这种感觉 我很好 因为我这个人 因为我前面 都是我一味地在付出 都是我一个人在付出 所以说 这种感觉都然有一个 能改变这个方式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蛮好啊 我内心 我是想要这样的 就是彼此的付出 是 我来不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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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来不吓 我来不吓 我来不吓 我天下不吓